传奇法师红发型 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还现场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请问法师父母最近因公众问题经常吵架 写了牌位削口业在主 还可以念什么咒经回向给他们 佛陀也说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 叫度争兼顾 甚至连父母两个人生活这么久了还吵架 为了什么小事都会吵 度争兼顾 怎么消灭他 好好学佛 佛的力量就给消除这些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间佛教里造了那么多大佛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就是因为进入末法时代之后 弥勒信仰就是进入末法时代之后 为了拯救末法时代说一个现象 弥勒信仰 然后到处造弥勒大佛 因为弥勒大佛的时代 弥勒佛的时代人寿八万四千岁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守食善业法 普通老百姓全部都奉行食善法 就生不杀到人 口不忘舌量 恶于其口 这个恶苦 义不贪嗔痴 所以有弥勒大佛塑造的地方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种鼎盛的气象 那种就会感染到这个地方 你在这地方造 它就放射这种力量 所以就是祈求这个世间末法时代的向导 把它压下去 把它压下去 借着弥勒佛的力量 所以几乎你就看 只要是大佛都不是释迦牟尼佛 都是弥勒佛 所以那个信仰将近有一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呢很可惜 后来就演变成了一贯道 一贯道就是他们信仰弥勒佛的 但他们不信仰释迦牟尼佛 他们说释迦牟尼佛时代过去了 现在是弥勒佛的时代 他只念弥勒佛的那个两个经 上神经 下神经 他不念其他经验 他只念弥勒佛 但是这个社会上很多蔬菜的 开蔬菜馆的 是一贯道开的 他有他的贡献 但是就演变成一种外道 一贯道的 他念的 跟我们佛教念的 是有不一样的 虽然他的信仰他 其实是变掉的 也变成一个外道 所以这个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你要想改变这个 我们生活当中不好的 就我们好好学佛 你学佛等你身口毅力 就会彰显佛教的这种功德力出来 你这个业就会消业障 所以就以理佛一败灭罪横杀了 有请义当得 书法的前行正行后行 请义如何打开中脉 这个 显教的 先讲这个吧 前行正行和后行 前行呢 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 前行就是指发心 也就是你修行的动机是什么 发心要符合于大乘的发心 这叫前行殊胜 正行要安住了大乘的空性 智慧当中 这叫正行殊胜 然后你安住了这里面 所获得的功德力 就是要回向一切众生 这叫后行殊胜 以三殊胜 摄持自己的修行 这叫前行正行后行 中脉呢 中脉这个概念 是在金刚秤 是在显宗的之后 成为叫密序的经典里才会有 在大乘教法里 讲开智慧 这种烦恼无尽 试验段 就是法门无量 试验学 这四宏试验里面 我们显教的内容里面 就没有中脉的这个概念 中脉是修行的 实修的一个窍门 是佛思思相传下来的 一个口诀 窍脉 所以显宗呢 是通过理论的 来降伏烦恼 开智慧 但是这个 这种就是说 这种比较遥远 比较遥远 那就是说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叫嘎举对吧 嘎举的意思是什么 叫口耳相传 言传 山洞里面 司徒相传的 这个也就是实修的一种传承 所以说密序 就经序 经典的就是序 所以他又从这个角度 传承的这个特点上 他说 就是说你这个徒弟 到了这个够阁了 师父才会传这个 中科巴大师有讲到 就是说 如果气 气如果归中脉的话 就会现见菩提 现正菩提 如果这个气没有归中脉 处在散乱的状态 这就叫换一句话 就叫烦恼 那叫烦恼气 业气 业气 所以他呢 他重点就是说 走了这个捷径 好 佛果落地了 本来佛果悬空的那个 现在佛果落地了 好 所以说气归中脉 不争菩提 不争菩提者 无有是处 中科巴大师讲 所以说 作为密中密的这个 其实主要他的特色 是气脉明点 这是他的主要特色 是坛成的 我们现在看了 这是外坛成 坛成分外坛成 内坛成 秘密坛成 但是他要以 显宗的 宗观的智慧 为基础 如果没有误得空性 按照教理上来说 按照这个 按照次第的来走的话 如果没有 没有开智慧 没有了达空性的见 是 他说 不允许你修这些法 因为那就变成戏论 戏论 因为你有实有的执着 他就是修不下去的 所以到现在 保持的最完整的 就是什么 格鲁派 格鲁派 所以格鲁派 其实他大多数的时间 在修什么 修显宗 大家知道 格鲁派考格西 格西只是显宗 他合格了 显宗合格了 所以他五步大论 宗观 都是属于显宗内容 但是要学习多久 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左右 这个宗观学透了之后 有空性了 才进入到学秘的 所以他们才开始进入下秘院 进入下面 秘中扎称 也就是我们误解 我们看到西藏的 藏传佛教的 他的特色虽然是秘中 但不是所有的出家人 都在学秘中 告诉大家 在格鲁派里面 你想我去过的 格鲁派四大师之一 塔尔市 宗科巴大师出生的地方 塔尔市 现今有出家人 将近八百人 但是真正 从显宗的知识学出来之后 再进入密宗扎藏修学的人 只有三十多个人 四十个人 你看 这个在于多少 很少的 那很多呢 但是他们出家人也好 信徒也好 因为在那个范围里面 他们从小有可能 还不知道佛教是什么的 就跟着爸爸妈妈 就参加灌顶法会了 这有可能的 但是严格来说 他是要那个 所以包括五名佛学院 所以宁马派的 他所以说 他也要学五不大论 只不过他把了 他二十年的时间 压缩到四年 四年就要把五不大论学掉 所以每天他们辩论 你看包括像嘎举派也是 他们也是这样 要学嘎举派九年 嘎举派是九年 他把格鲁派的这个 又压掉一半 然后法王如意宝 他就又把他压掉一半 压到变成四年五年 所以堪布这个学位 也属于像格西一样 他也属于显宗学位 在五名佛学院 四年就合得 可以获得堪布学位 只要你考试合格 就可以获得 所以在嘎举里面 要九年 那你就知道 都把它压缩了 压了压下来 然后四年这个学了 这个显宗的基础 学完了之后 就开始进入密的密序部的学习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 真的根基很大 特别那个 像米勒日巴一样 那有可能 上司有这个权利 他有可能 他觉得你可以 你很虔诚 我教你一个窍诀 你安住的修 他就什么呢 直接从气脉明点的角度 入手 然后刻苦的修之后 然后气 烦恼气贵宗脉 这个时候就 动振菩提 这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有可能 就是这个根基好的人 有可能 你那个佛学院还没毕业 他就开悟了 一个就是说 从 这个在我们显宗里面 其实也有 显宗里面 天台宗里 他就讲了 有的是读经 读经 你没智慧 读经 就当勒言咒一样读 不要分别 就读 一直 然后还有一个呢 烦恼中的人呢 葬中的人 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这样一门心思念 念了开悟 有的是直咒 念勒言咒 有的是禅堂的去打坐 坐穿谱团 直到开悟 所以说 他就是说 他也是以开悟为目的 开智慧为目的 所以这个 也不是 也不是说 就是千篇一律 他也是师父 怎么样教化土地 什么看根基去的 所以在密宗里面 确实有这样子 一个 按照这种 窍诀 安住在气脉 明典中的修 但是你别以为 那我 那好 我也找师父 我找上师 传我这个算了 我省得读经典了 读得那么累 但是那个是很苦修 很苦修 像噶伯仁波切 我就有详细的问过他 噶伯仁波切 除了他自己是看部 噶伯仁波切 是佛学院毕业的 他有看部的学位 噶伯看部 同时在密宗的 密序的这部分的修行 他是非常刻苦的 闭关修的 非常客观的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这个外国人 拍了一部片子 就叫瑜伽寺 这部片子在网站上 你点可以找到 这个是经过 西藏的各大法王的开许 他拍了这部片子的 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说 以他们按照 气脉明点的这种 特别是 那个那个 就是扎龙啊 气脉 炼气脉 这个是外面 根本看不到 这就是密的部分 都是严格保密的 不向外人展示 但现在特殊情况 因为这个时代啊 人家让大家看看 佛教还是有真功夫的 所以那个片子就拍了一些 这也当时也记载了 那个 主旺仁波切里面也有 但是主旺仁波切里面 他没有掩饰什么 但是呢 有很多在深山中 闭关的人 有掩饰 有掩饰 画那个 双排 摊开 跳起来 落地啊 这种动作都有 这种动作都有 还有 最近 有一个西方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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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摄影师 一个媒体 在尼泊 还拍到一个 一个 老老妈 就是说 会腾空的 这个视频 这段视频也有 也是 他就坐在那边 念 然后这身体就悬浮起来 这个摄影师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见证了这一刻 非常兴奋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修行里面 还是有 但是作为这个 如何打开中脉 这个在 其实很普通的 一个修法里面就有 我讲了这么多 你们 别觉得 你们没有忘 没希望修到 可以希望 宁玛里面也有 嘎吉里面也有 就是一个叫什么 破瓦法 破瓦法就是修中脉的 其实这个谈承 就是中脉的形象 谈承就是中脉的形象 怎么修呢 破瓦法就是修中脉的 修中脉当中的一段 从心轮这边往上 心轮一直到 到顶轮 这一段 就是把它修通了 就好了 就你去极乐世界的 这个路已经通了 就是你去极乐世界的 绿卡拿到了 签证拿到了 所以我们显宗的念佛 念念念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能不能往生啊 这些 但是密宗里就有 这个是不是念佛法门 也是属于念佛法门 但这个是念佛法门 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签识法 破瓦法翻译成我们就要签识法 在家人的早晚功课 比较适合修什么佛法 我觉得 我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怎么不太好 我给你们规定 我们汉谈佛教的就是 洗漱之后供水 供香 念经 念大悲咒 十小咒 你会念楞严咒更好 楞严咒是咒中之王 如果你有密宗的上师 他也有功课 简单和时间短的可以吗 都可以的 乃至我们佛教的说 十念佛 一口气念十念 一口憋一口气 然后念十口气就行了 就是一口气念 多少句不管 那就十口气 这叫十念也可以的 这是最短的 但最好我建议大家 醒过来的时候 最好还是念一些咒语 越长越好 最好把大悲咒学会 大悲咒学会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醒过来 脑电波是比较乱的时候 你一念咒 就好像梳子梳头发一样 就把它梳顺了 你早上念过咒 你一天 这个大脑都很清晰 如何解决附体的问题 请问中阴期是49天吗 请问自杀或横祸上身 找附体是真的吗 我先从第三个道过来讲吧 那个地方有自杀鬼 或者是横祸死的这些众生 他不是说找人 就是说谁正好跟他频率一样 就会交叉感应道 交叉感应道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会 就会这个大脑会受到影响 我们比个例子说 好像有像恐怖片里面 哦 放的鬼来了 这个灯就乱散 电视机冒雪花一样 其实我们人也是 人里的心灵状态 如果跟他相应了 你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大脑屏幕就会出问题 这次海盗法师在印尼 沾杯那个地方 有个老板找他去 找他去撒净 他们也不跟他讲 为什么在这个工地撒撒净 他就觉得怪怪的 海盗法师觉得怪怪的 然后叫他们拍照 然后发给阴阳眼的看 这里有什么事情 结果阴阳眼的看说 这里出过事 就是以前有一个女的 带着她的小孩 在这个地方被人强暴完之后 然后又把她杀了 然后这个女的就很气 很奉恨就在这里 这个鬼在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开工地 然后海盗法师就问他们了 他们说你们这发生什么事 结果老板还跟他们讲 这里有个工人 很奇怪 走到这边摔一跤 就摔死了 摔了一跤 头撞到一个东西上 就当场摔死了 他也不是 他就是平地 他不是什么上面摔下来 就是平地摔了一跤摔死了 所以摔死的地方 就是那个女的被杀死的地方 被杀死的地方 那海盗法师就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就问那个阴阳眼 阴阳眼就说 因为这个工人的心态 他也比较好色 比较好色 欲望很重 所以这个鬼他就看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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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他就很仇恨 因为他就是被这样的人害死的嘛 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人就很仇恨 就把他给 就把他给 就让摔一跤就摔死 所以这个你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要修啊 一个人你不念 你心灵不保持好的状态 那就是不好的状态 不好的状态很倒霉的 你说 三恶道的气息就通了 所以并不是说他要找谁 就所以我们就是保持好的状态就行 你比如说我们走到一个地方 比较阴森恐怖的地方 我们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就念佛 你就会平安无事 对不对 如果又到那种地方 你心里面还想不三不四的 你想不好的 你就容易中邪 对不对 为什么叫于禁忆呢 我们知道于禁忆公律造神 对不对 拍成电视剧大家都看了 他以前不叫于禁忆 他叫于神 他叫于神 后来赵神也现出来跟他讲 他常与凡血 然后自己才叫禁忆道 改名字叫禁忆道 我们念佛叫修禁忆 我们只要佛弟子都是修禁忆的 就心里有干净的 这个很重要 你要说这个世界 公魂远远 多的是属于属于过来道 听多的是 但是你保持着天人的状态 跟他就不相反 阴两两道不相反 中英生 第二个问题 中英生是四的九天吗 不一定是四的九天 中英生的话 你比如说恶业重的人死的时候 不经过中英生 直接抢地面 好人也是直接升天堂 也不经过四十九天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就是灵命中往生的 也是不经过中英生的 都是不经过四十九天的 那也有一些 就是说这种情况之外的 有很多是经过四十九天 有的是四十九天不到 几天或者投个期或者二个期 就或者是做恶鬼 或者是做畜生去了 做什么了 也不一定满四十九天的 也有四十九天之后还没有去的 还没有转身到畜生 恶鬼到达 这也有 所以这个四十九天 这是一个 这个大概 也是我们救这个人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头七二七三四几 五六七 七七四十九 这是救他 非常关键的时刻 关键的时刻 如何解决附体 就是说有附体的现象 就是怎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那我们要非常精进的修行 正因为这样 那从好的这个角度上说 那他正好是督促你 鞭策你修行 让你及身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也就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我还是提倡大家 要感恩这个身上附体 感恩他 把他当佛菩萨来 来督促你修行 去年有幸跟随师父 朝圣普陀山和九华山 使弟子受益不浅 法喜充满 至今感恩难忘 今次非常有幸 又几会听到师父开始 又次法喜充满 请问师父几时打算 会到五台山 与峨眉山呢 还有印度朝圣之旅 阿弥陀佛 一般性我都是听海涛法师安排的 我平时很懒的 上次也是海涛法师叫我 然后去印度朝圣什么 都是他叫我你带队啊 那我说好 我一教奉行就这样 平时很懒的 我知道四大名山非常有加持力 因为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下来了 多少高僧大德都去朝拜过 圣贤走过的一路啊 那当然很有加持力 为什么我反对呢 就是因为最近几十年 特别是我们这一二十年 四大名山被变成了商业的地方 一到那里就要卖票 比过去土匪还不如 对不对 土匪嘛还回去吃饭了 对不对 还不会弄一个人在那值班 对不对 现在二十四小时你去他都卖票 特别讨厌 我说我是 我不是排斥四大名山 我是抗议卖票 所以我本来我自己住的那个寺庙很大的 几百亩地 几个亿人民币建的 但是也是因为他卖票 我还是离开了那个寺庙 别人虽然我很羡慕 这么年轻就做这个 住持了 住这么大的庙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 还是离开 所以我很坚定 我就一般卖票的地方都不喜欢去 这是我的一个那个 所以这个实在没办法 有时候国际朝圣团几百个人要我带 我是硬着头皮还去 但是上次去还是很多感应对不对 在普陀山还是出彩虹了对不对 到九华山 哇一去就出彩虹 一走又出彩虹 去的时候傍晚了四五点钟出彩虹 走的时候早上六点多就出彩虹 哇那股地藏菩萨接我们送我们 对不对 非常的 就是瑞香很多的 确实是瑞香 但是我那个时候 包括那个时候 我跟海涛法师见面 我们04年第一次见面 见面不久 我们就来马来西亚了 新加坡马来西亚 他邀请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邀请 他说出去嘛走走 哎你要出来红发了 我就说 我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以前发过愿 我说中国四大名山 什么时候不卖票 我才什么时候出来红发 我那时候这样的 那海涛法师说 那那先出国嘛 到国外去红发 国外没有人卖票 哎 你像我们这个道场 这么庄严 也不卖票对不对 在国内基本上到处都卖票 那所以我现在 我住的惠事是不卖票 我说我住哪里 我到哪里都是这样 都行 都是不卖票 但是我们力量太小了 影响不了什么 所以今年还好 去年到现在开始 开始开始 我们政府开始有一些规定了 开始有一点规定 就是说不能够出卖佛教 出卖宗教 不能上市 现在因为有一些 已经把佛教还捆绑着 比如说九华山 或者是五台山 比如上市 变成上市公司 就是它是转弯的 它有一个 比如说 它有一个老板 有一个商人 和地方政府 他来向他 向他承包 承包这个旅游景点 承包完了之后 就把它上市 所以现在中国 现在就是去年中央政府 十二个部联合华文 严禁这个行为 严禁这个行为 现在中国越来越这个趋势 我所希望的 这个天天回向 有效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 已经开始了 甚至这次我们中国 不是刚刚开完那个会吗 这次开会都有一个 有一个法律条款 通过了一个法律条款 就在中国 不允许杀猫 杀狗 吃猫吃狗肉 不允许 这是犯法的行为 除以五千元的罚款 或者是半个月的拘留 拘禁 你看 哇 这个很好 猫狗都是我们的朋友 对不对 这个就开始恢复了 现在越来越好一点 但是呢 四大名三还是卖票 还是卖票 什么时候不卖票 哎呀 我要放鞭炮了 放烟花 所以说我就不是很那个 不是提倡 我平时不提倡 我不组团去这些地方 我宁愿带你们去 另外一些圣地 很修行 很修行的地方 包括你想 让我也不太 拉萨我也很少去 我最多去的是那些 是那些很偏僻的藏地 藏区 都是啊 佛教 寒 兴旺 还有很多的 修行者在 哎 你知道拉萨找不到吗 找不到什么 大修行者 就找很偏僻的地方 但是很苦很苦 就可能免费 请你们去 有可能你们也受不了 因为我一般去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要去的 我全部每一个都要面试过 每一个都要面试过 所以去才大家都比较安全 有的人的话去就是身体上啊 或者业障上啊 都都很难 到那个地方都很难了 因为那海拔高嘛 那地方都三四千米高 缺氧 我们这里的氧气 那里只有我们这里氧气的一半 百分之五十的氧气 所以我们一般人很难受得了 所以很艰苦 各种 刚才我们拿读 我们见面还说呢 他说我是第一次啊 四天没洗澡啊 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去那个 那个 赶驼寺 那次我们 07年是吧 07年 我们去赶驼寺 四天没洗澡啊 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是我永生以来第一次 所以 这次经历 让我终身难忘 他说 终身难忘 就那次朝圣 终身难忘 真的修苦行 有再多钱也没用 我跟你说 刚才你钱再多也没用 他自然条件是非常非常艰苦 非常艰苦 像我们已经是 哇 这个是 这个很奢侈的了 我们两部车是坐的 还专门一部车是用设备的 好吃的拉了一车 三部车 专门一部车是拉好吃的 两部车坐人 但是真的是没办法 那是很辛苦 要开两天的路程了 两天三天的车程 很颠簸啊 颠啊 哎呀 简直浑身肌肉都颠送掉了 到那做 SPA很好 但是这种地方就是 很多修行人在 很多修行人没有下山过 他们身份证也没有 一辈子就在山里面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问题 但是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问题总是 时间的问题总是问不完的 总的来说朝向三宝的方向 精进的修行 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不能够一一的回答你们的问题了 今天时间也超过了 昨天也超过时间 今天超过时间 哎呀 我说不好意思 按照我的个性 我是没有时间的 我在自己寺院里法会是没有时间的 六点钟 晚上六点钟开 有时候开到十一点 有时候十二点 没有时间的 这都很有点像那个 那个西藏的那个 西藏你看那个寻找香格里拉里面 也有嘛 那嘎举派的佛学院也是的 没有时间的 上司坐到那个 大家都坐得整整齐齐 然后还不是坐这个椅子啊 全部都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然后有时候到了深夜 那有一些上司 就是这样的 像那个索巴仁波切 他也是这样的 他上课也是没时间的 他上课上着上着 他入定了 入定完了之后再讲 讲了完了再入定 然后再讲 再入定 所以没时间的 请问那样好不好 非常好 那个就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对不对 你到极乐世界 这也就是听经文法的 对不对 行住坐卧 就是听阿弥陀佛说法 那很享受的 那其实很享受的 那藏传佛教里 很多有一些上司 他很特别的 他有的就是 弟子们就跟他在一起 就在一起 然后一天两天三天 哇那很多人就开悟开悟开悟 就像爆那个草黄豆一样 啪爆了 开花了 我们现在 我再提到那个老和尚 我那位普光师傅 他现在打楝延期也是这样 一天念一百零八遍楝延咒 百零八遍楝延咒 那你想想看 那一天没有几个小时能睡觉 他想 哇这个地方 请老和尚打楝延咒 有个高兴坏了 他就这样 大家都是 就是席地而坐 坐在垫子上面 然后大家就是念 他考试至少九分钟 要念过一遍 至少九分钟 他念的话 一般性五分钟 稍微慢一遍 七分钟 但是至少你们 就是说 大家能够及格的 要九分钟 把那年奏念一遍 那一百零八遍 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他就是说 参加他的念研期 不准中途退场 而且一打不是一个棋 至少三个棋 唯一的一个 三棋二十一天 报名进来 手机全部没收 跟家里全部断掉 断除 就在现场 除了吃饭 上卫生间 就是在大殿里面 老和尚亲自带领大家打 你说说看 一个一百十三岁的老和尚 带着大家打 大家敢不敢 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生活条件也很好 物产很丰富 人也很善良 但是有这个忧患的意识 我都看到 马来西亚的出家人很少 这个在我们佛教里来说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出家人少 这个地方 就是要省去不畏心的 还有一个 我们佛教学生 念楞严咒的太少了 楞严咒是国泰民安 风调与生 很重要的 楞严咒是佛法 正法注释 非常重要的象征 我们这念楞严咒的太少了 所以我的寺庙 我都坚持了 我说我再懒 不要紧 你们不准懒 师父懒 土地懒就糟糕了 我就是请你管他们 然后寺庙的 我说除了我一个人 可以 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活范围 所有的其他的全部要跟着传统古老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都三四点钟就起来 城中木骨 念楞严咒 十小咒 找功课 我们寺院里五堂功课是每天不缺 还要做三支乡 半月半月还要布杀 送祭 四月十五要结下安居到五月 到七月十五 全部按照这个来 传统来 所以这个还保持 每天做功课 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念楞严咒 很震撼力的 很有震撼力的 那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你看 我们马来西亚这么大 也两千多万人 没有多少出家人 马来西亚供个千生 再供不出来 供不起来 你想找一千个出家人 找不到 对不对 把三寸的都夹在一块也找不到 这个是问题 我们大家要发愿 像佛祈祷 我家里要佛子降临到我家里来 佛菩萨到我家淘汰 要发这个愿 然后发愿来 它会有标志的 做梦就会做到好梦 不一样的 我在国内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年轻的夫妇 学过之后 然后很好的这些淘汰 已经有不少了 希望我们马来西亚也是 多念定光如来 南无定光如来 年轻的年轻人 求佛菩萨来淘汰 然后让他出家 这个世界上有出家的 有佛菩萨在这世界 我们才会安 才会安 世界才会相和 当然 我们马来西亚 你看 用我们莲花大萨在 就是也是很伟大的 我们这个莲花大萨 真的给我们整个马来西亚 带来福祉 带来福祉 特别这两天 你看这段时间 大佛在这边 然后每天都有法师在这里 讲课 做法会 不得了 龙天拥护 龙天拥护 希望大家把这个都拷贝到心里去 把所有这些拷贝到内心世界 昨天我在发很多这个图片 他们都随喜啊随喜啊 有的说哎呀希望我下一世也能像我们卢居士卢师兄这么有有佛法 也这样互持佛法 我说不要等下一世 你现在随喜就一样的功德 所以我们就是随喜把它拷贝到心里的就行了 保持着那种发喜就可以了 下一世下世真的是不好说 现在我们身在这一个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持续六十多年和平 这很少的 在人类社会当中很少的 我们现在世界和平了将近六十多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 真的是很幸福的 宁做太平权啊 不做乱世人啊 我们现在在这里享受着空调这样讲讲 哇多幸福啊 多幸福啊 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环境 好好学佛 佛法是什么 看不见摸不着 你心灵的莲花打开了 佛法就在里面了 当你虔诚的时候 佛法就在里面了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阿弥陀佛 今天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愿消三藏都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我们最后我们念几句佛好不好 也希望我们能跟佛极下圣神的姻缘 我们以后都能够在极乐世界 都是啊 现在是联友 以后我们都到极乐世界 做不退的 不退转的菩萨 啊 心发 他几楼世间 感谢观看 Namo Amito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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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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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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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民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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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民 阿民 heiro 阿民 高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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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民 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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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西方去 年华朵朵开 花开无数仪 也也见如来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我们有没有轻松啊现在 身心轻松啊 所以这个法会就是 它的就是很特殊的 身上气血都非常畅通 心灵也是非常安定 身心很温暖 这个莲花大厦 变成了莲花净土 跟极乐世界相通了 所以有佛因身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这是我们大家 这个念阿弥陀佛最简单的嘛 但是大家要坚持 每天念 每天念 每天要想的 空的时候念阿弥陀佛 有事了 有事情 多念观音菩萨 楝延座比较长 背不得 先把大悲舟背回 好不好 好 下次啊 我们那个老和尚啊 有可能我会 请老和尚来 好不好 来 来了就不能请老和尚给大家打少林拳吧 对不对 老和尚带我们修佛法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他你就会有这个信心 你看 哇人真的会修成这样 真的有金刚造铁布山 真的是 哇人就修的 不要说死了金刚不坏 活就是金刚不坏了 活就金刚不坏了 人原来可以修成这样啊 活的这种就是铜色金刚山羽啊 就是那种 好 祝愿大家 佛的自卑光明啊 拥抱着我们 我们的所有修学的福德啊 追随着 真上 我们家家户户啊 你家里的亲人也都被这个光明照耀 也变得现在跟我们一样的感受 特别我们的父母啊 啊 现在的 身体康健 已经往生的 希望他们往生尽头利口得乐 啊 我们的孩子 也在这个 我们的功德力的 庇佑下 天真烂漫啊 啊 健康的成长啊 啊 我们的家庭和睦和乐 啊 啊 我们的工作也工作环境也是 啊 健康向上的 啊 我们 初入平安 周夜吉祥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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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顶倒的慈爱 世间的慈爱 仅限于自己的子女 大着不会超出人类的范围 但其实 从无始节以来 一切众生 皆做过自己的父母和子女 哇 你们看 那条鱼好漂亮哦 是啊 要是能抓上来就好了 哥哥哥哥 帮我把这条鱼抓上来吧 这鱼在池塘里面 又怎么样才能把它抓上来呢 我看 不如我们做个鱼干 把它钓上来吧 好啊 你真说明 我们可以做个鱼干 把它钓上来 还好 太好了 要不要鱼了 要不要鱼了 于是 这几个孩子便自己动手 他们用竹子做成鱼干 又用大头针做成鱼钩 再用烤鱼片当做诱饵 做好了 可以钓鱼了 太好 要不要鱼了 哈哈 有鱼上钩了 哥哥 你好厉害哦 还真的也抓上来一条鱼 耶 太棒了 我要拿给我猫猫看看 猫猫我们钓到了一条鱼 是吗 你们还真聪明啊 竟然想到了这么棒的办法 你们真棒 快再去钓鱼吧 孩子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们做父母的怎么能让孩子造这样的恶业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面对两位母亲的质疑 终于是对他俩讲解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我小时候 母亲经常抓知了及树上的牛角虫 用细绳刷跑后拿给我玩 小云 你看这是什么 知了知了 妈妈快给我玩 这些可怜的小动物 通常在一两天后 不是被绳子铲死 便是被活活饿死 我还记得 每到夏夜江夏大雨之前 总会有很多飞鱼飞进屋内 讨厌讨厌 妈妈你看 又有小飞虫进来了 小云 你去接盆水来放个灯的下面 妈妈 为什么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些飞鱼被水反射的灯光 所迷过 纷纷扑进水中淹死 妈妈你看 他们都将军水淹死了 妈妈 你好厉害哦 这样小云就不会被飞鱼咬了 虽然父母对我非常疼爱 但他们教我做的都是残害生命的事 这是在造恶业啊 是会得到恶报的 啊 真的吗 是啊 随着我间接长大 我的父母却常常疾病产生 几年后 我父亲患上了肝癌 妈妈 你别太难过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爸爸的病 肝儿 这可是绝症了 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想呢 办法一定有的 我前几天听一位民间医生说 这病要以毒攻毒 用蝉除的毒可以治好 妈妈 我这就出去找蝉除 蝉除 真的有用吗 试试吧 为了给父亲试病 我不管寒冬那月 每晚都拿手电筒 到马路边大树下 或是缝里找蝉除 抓到后交给母亲 母亲就把他们剁碎后 组给父亲吃 或者用来外服干部 然而我父亲最终还是因肝癌恶化而去世 父亲去世两年后 我的母亲也离患了乳腺癌末期 我听人说 常吃甲鱼能治好这病 于是我便买甲鱼回来放在锅里 盖上锅盖 活生生地把它碰熟给母亲吃 我母亲后来也不幸去世 直到我接触佛法才知道 当初我和父母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 杀生是残害生命的恶业 看来我们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是错的了 是啊 我们不该纵容孩子们伤害生命 而是应该让他们善待世上所有的生命 正是如此 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为父母敬向 可是以伤害生命这种方式来孝敬父母 却是大错特错啊 看来只做到世间的慈爱与孝顺是不够的 应该要有更宽大的慈悲心才是 妈妈 我以后再也不伤害小动物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条金鱼放回水槽里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